好, 歡迎大家來到XXK 大家有沒有吃過芒果卷? 芒果卷通常都是黃色的 但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特別的芒果卷 因為它是黑色的 我們一起看怎樣做吧 Let's go 第一個步驟是煮熱牛奶 煮熱牛奶不需要大滾 見到旁邊蓋上泡就可以關火 見到蓋上泡泡就可以了 我們把熱牛奶倒出來就馬上加砂糖 加植物油 接著我們就做一個愉快的程序 即是攪拌均勻 見到它們用唯一體我們就可以加麵粉 麵粉我們記得要過篩 放下麵粉 麵粉 粥炭粉 還有這個粉 一次過過篩 接著攪拌均勻 你們加粥炭粉的時候記得要小心點 要不然粉會放在衣服上 這樣幾個衣服就很難洗了 這樣看似芝麻糊 是不是很心急看待會做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均勻之後我們就可以加蛋黃了 這個蛋黃糊真的很有趣 你看看 整個芝麻糊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 那我們就放在一邊 接著就打蛋白了 我這次是不會忘記開機了 因為我還沒插插頭 不記得拍照 不記得拍照 那我們的蛋白呢 就加這個 拍照粉 然後呢 就加砂糖 砂糖呢 就分兩次加入 好了 我們打到偏乾性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呢 把打好的蛋白呢 加到剛才的芝麻糊 我自己都當了芝麻糊 蛋黃糊 加一點下去先 不要一次過倒進去 切一切它先 這樣就 那記得用切片的手勢 不要令它消耗啊 好了 接著呢就一次過把它加到蛋白那裡 好 這樣呢我們就可以用焗盤了 接著呢 我們就掃平它 那我們掃平 接著呢就等一等它 之後就可以入焗爐了 那我們呢 現在呢就做蛋糕餡的部分了 我今天呢 就用了新鮮芒果去做這個芒果泥 如果大家呢 不想用新鮮芒果的呢 都可以去烘焙店 有芒果泥買的啊 芒果泥呢 打好呢就可以放在一盤備用 我們呢就 打滑這個忌廉芝士先 好了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放些芒果泥 然後把它放進去 其實呢做蛋糕呢 真的可以瘦這個手臂的 所以呢 你要黏在左手 要不然一隻軟筋手 先黏在左手 那我們加了芒果泥之後呢 打滑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打這個淡忌廉了 我打這個淡忌廉呢 我就不另外加糖了 因為呢 我剛才用的芒果泥的時候呢 芒果泥的時候呢 已經是比較熟的了 如果大家呢 選用的芒果是比較生的話呢 那你就自己加一點糖去調整吧 好了 好了 那你見到這個狀態啦 有一個尖釘在這裡 那我們就OK的啦 那好了 我們呢就可以把它和芒果泥混合的啦 搞定 那蛋糕呢 焗好之後呢 就拿出來攤動它 那現在蛋糕呢 就攤好了啦 我們就可以放忌廉的啦 先把芝士在這裡 把它翻 我們就可以慢慢攤開了 先把它收拌到它的邊吧 然後把它收拌在 annotation邊了 之後去把它械露 切齊了 對了 好 然後就可以放到食櫃的啦